老师们上课了 你们数学老师今天有事 我来给大家带一节数学课 没办法 上课了 零都响了还听不到 还在那发呆 想啥呢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你有问题 什么问题你说 为什么孙悟空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孙悟空为什么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你整天不好学习 你想这玩意干啥 行 那咱们今天就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孙悟空到底为什么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首先孙悟空一个金斗是十万八千里 那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时期是唐朝往前推五百年 也就是汉朝 汉朝的一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四百一十五点八米 等于零点四一五 千米 那十万八千里 乘以零点四一五 两 约等于四五万 千米 那孙悟空和如来对阵的地方是天宫 那天宫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离地面一千千米算作是大气城 高窖中有三十三重天 除去太上老君的三重天和顶层的大罗天就是天宫 也就是二十九重天 那么它们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呢 一千千米 除以三十三 再乘以二十九 等于八百千米 那么从天宫到地心的距离是多少 R等于八百千米 加上地球的半径 六千三百七十千米 等于七千七百一十千米 那么从天宫到地球一桌的距离是多少呢 中常是二派R等于二乘以三点一四乘以七一七零千米 等于四万五千零二十七点六千米 也就等于四点五万千米 那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距离刚好等于孙悟空一个金斗的距离 所以为什么孙悟空没有飞出如来福的手掌心 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做工凭天宫出发 一个金斗十万八千米 刚刚怎么样啊 回到了圆点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就算遇到佛祖也不怕 中方数理不学好数学的话 也不至于被压五百年